德州普克,龙凤姐说,咱们继续来到哈斯拉娱乐场看刘轩打牌 此时此刻刘轩还在来的路上,别着急,马上就到 先来看牌,这是老板Nick的二三方块啊 先手做的家住啊,被Mirano用七八草花给推了回来 两人来到了番后 番牌圈二三三张红桃,牌面发的很潮 Nick这是拿到了二三两对 Mirano翻后继续打,想去演一首红桃吗 感觉如果不掉第四张的话,Nick的二三两对应该很难输啊 最终合牌一张草花石 要是能掉第四张红桃,Mirano还有机会啊 不看到红桃,这Mirano很难了 并没有直接选择过牌认输 那这一手七八草花,他还是想要去尝试一下 嗯,这是刘轩来了 咱们的主咖到了 Nick最终用自己的二三两对 还是抠了下来,赢下这个一万刀的底池 这张牌桌目前的盲住级别二十五五十一百 一万刀整整一百个三臂啊 好,那么随着刘轩坐到了牌桌上 这张牌桌的人目前应该算是齐了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刘轩今天晚上的发挥如何 来看这一手牌 Henry A6草花先手加注到了三百 扎你圈十方块后卫跟注 轩姐的圈钩不同色也够了下来 这还有同样来自中国的牌手火星哥 一手K5红桃也选择了跟注 翻牌三六十 哇哦,三掌黑桃 四位牌手并没有人有黑桃啊 所有人都没打 转牌第四张黑桃 行了,那这手牌和谐了 看看有没有胆大的敢站出来开一枪 轩姐不打吗 哎呀,那这样的话 直接把底驰啊 让给了Mars火星哥 实际这个情况真的应该开一枪的 无论是找你还是刘轩 那么在前卫开枪很有可能啊 可以直接收持的 有点可惜 继续来看这手牌 轩姐的口袋七先手加注到了三百 然后呢,Henry拿着K圈推回三百 紧跟着Andy的K圈啊 做了四百 刘轩看到一个三百和一个四百啊 口袋七也是直接盖掉了 留下两个K圈单挑 翻牌 又来 这个胖胖的荷官小姐姐啊 每次看他发牌啊 就很离谱 不是什么三张黑桃 就是三张红桃 Andy凭借着一张红桃圈 拿到了一手铜花听牌啊 抵持五千 Andy打三千 Henry想都不想直接盖掉 没想到K圈会以这种方式胜出啊 接着往下看 Andy的A2不同色 在庄位加注到了三百 宣姐拿到口袋圈 一手不错的棋手牌啊 三败到了一千二 火星哥拿着一钩反打 哎呦 这直接四败到了四千五 这张桌子虽然盲住级别啊 不算是最高规格 但是好像每个人打的都还比较激进 宣姐这边求稳 口袋圈并没有再往回推 那么两人来到翻后 底池也快上万了 翻牌 只要能躲开AK 好吧 当我没说 不但有A才有K 火星哥也中牌了 宣姐看到翻后的这两顶帽子啊 估计非常的难受 翻后火星哥也不客气 直接开枪 九千的坡打四千 哎呀 这手牌圈圈啊 也只能盖牌了 咕咕圈圈这样的牌 翻后被盖了帽子啊 确实是比较难打的 接着来看这一手牌 张尼四五黑桃 先手加注到了500 宣姐A7黑桃 装卫三败到了1500 这手牌两人要是翻后啊 还能掉什么三张黑桃的牌面啊 就有看到了 不过这回 荷官啊 并没有发黑桃出来 六八 钩两张草花 张尼倒是拿到了一个卡七的顺子听牌啊 不过其中有一张七也是被刘轩捏在了手里 翻后 刘轩并没有再打 转牌第二张八 这个时候 宣姐开枪的话 就不一定能劝走对手了 因为这张八很难在刘轩的棋手范围里 三千三的底时 刘轩只打了1200 这个赔率还是很优秀的 这张尼应该会去扣的 至于为什么宣姐转牌打那么小 那么他转牌既然做了三分之一波的下注 我估计啊 核牌他是要开第二枪的 哦 张尼最终还是把自己的顺子给盖掉了 然后他要求荷官发一张核牌看看 好吧 核牌最终是一张9 张尼觉得自己的盖牌啊 不冤 我是觉得 张尼这一手顺子听牌啊 可以去扣的 刘轩转牌打得这么小 核牌其实啊 他的四五啊 都有反打的机会啊 继续来看这手牌 刘轩再次拿到口袋对子 一对酒加注到了300 双位马罗安诺勾四盖牌 还剩下 三币位的赵尼 又是他们两个人啊 翻牌 Ace 23 排面有Ace在 刘轩决定再开一枪 哇 这张尼这打的只要不中牌就秒缝吗 无条件相信咱们宣洁有牌啊 哇 照着这个节奏打下去 这一晚上得输多少 接着往下看 马罗安诺 哎呀 这张牌桌 还是那个老样子啊 有的时候会读不到牌 来了 一手圈三不同色 在庄位加注到了300 还是Johnny Johnny这入持率是真的高啊 但是翻后打的也是真的紧 翻牌369 Johnny中9 马罗安诺中3 一对三打300 一对九秒扩 这Johnny是真的有意思啊 中牌呢 就秒根 不中牌就秒盖牌啊 转牌 一张黑桃 Johnny继续过牌 自己拿着一对九 看起来他并不介意过到底 马罗安诺还要再次尝试 去开第二枪啊 想利用转牌的这第三张黑桃 搞点事情 1300刀的底持 马罗安诺凭借着一手 铜花听牌 下注500 Johnny再秒扩下来 最终合牌一张红刀钩 第四张黑桃 并没有被顺利的发出来 Johnny这一对九 现在也不是顶对了 他继续过牌 你说马罗安诺如果再开第三枪啊 我觉得Johnny 他还是会去哭的 2300刀的底持 马罗安诺下注1300 很像是一手价值下注啊 Johnny在这 左手画个龙 右手画个彩虹嘛 跟吧 跟吧 反正都跟到这了 你没牌的时候 完全不去操作 这稍微有点牌 咱是不是要坚持一下 OK Nice call 恭喜Johnny 终于是赢下了一个底持 不容易 好 再来看这一手牌 马罗安诺K10不同色 加注到了300 刘轩的一手A9不同色 扣了下来 翻牌SK9 有点意思 这一手牌 马罗安诺中K 翻后打200 哎 这 这么快的吗 这俩人打牌 这就过到合牌了 最终合牌 第三张9 刘轩拿到了后门的葫芦 反手 加注500 哎呀 很明显 刘轩的这一枪打轻了 他是担心 对手 即便拿着K 自己打的大 对手跟不动 实际要我说 要打就打大一点 我真的觉得 如果刘轩在合牌 推个2000左右 马罗安诺可能还是会去call的 好 来看这一手牌 GT的勾七黑桃 加注到了400 轩姐在大忙位 用K2草花做了300 这一手300的挤压并没有成功 GT还是call了下来 翻牌679 GT这拿到一个中队 那么我觉得刘轩还是有机会的 虽然只看到一张草花 刘轩还是做了持续下注 2800刀的底持 下注1000 对手秒扩 这张转牌非常的nice 一张草花 ACE 这给了刘轩开第二枪的理由 没有做任何的犹豫 转牌直接打3000 干的漂亮 这一对七实在是扛不住了 所以说对于一手铜花听牌来说 转牌永远都是听牌 拿下底持最好的机会 好这期视频就先给大家剪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